在檢方要提抗告 你的看法怎麼樣 我一切都尊重我們的檢調單位 那可能在這個調查的當中 在檢警調查的當中有一些誤解 因為這個整個我的旅遊 我的整個過程當中 都是一切合法合規 這個事情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這個 他邀請了這些傷害的鄉親 一起到那邊去旅遊 我的所有的費用 我也講得很清楚 我是一個團費就是一個人一萬九千塊 那當然我們的旅程當中 有虧一些一千多塊 而且實際花費是在將近在一萬八上下 那可是你說有招待 那就是到那邊旅遊 那當然是台商 在那邊也跟我們有一些做旅遊的旅遊 對落地的一些招待都有沒有錯 是 其中有沒有去參加 因為他們的私底下有沒有說 這個關於這些大家都會關心 就是說我們到了那邊旅遊之後 是不是那邊有當地的人 就是在跟我們說有 要什麼在選舉的這個整個 支持什麼相關性的還是說政治的 還是關於統戰的部分 其實這個是完全不沒有的 只是大家都是互相就是認識 有時候會介紹 因為透過人家當地的台商 跟我們的同鄉親到那邊去旅遊 一定多多少少都會在這個 用餐的場合上送大家會認識到 這個是的確是有的